小包小龙 感谢主 好像很久没有站在这里 然后非常的不习惯 这是真的 真的很不习惯 但是呢 我已经忘记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我们是怎么运作的 对不起 虽然忘记也没关系 是不是 我问你们 不管在会堂 还是我们讲会堂好了 就是以色列犹太人的会堂里面 他们的聚会的时候 你认为哪一个部分最重要 我问你们 我们在这里 安息日圣会 你认为哪一个部分最重要 感谢主 本来要给你们一个惊奇 如果你们回答都对了 是 敬拜赞美也很重要 是不是 然后每一个部分祝福小孩子也很重要 但是呢 那个高峰点 就是 读陀拉 把陀拉卷打开 我们一直想要有一个陀拉卷 但是事实上是 好像还不到时候 这陀拉卷一打开呢 神的话就发出亮光 借着我们站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的读陀拉 虽然我们不是用希伯来文 希望有一天 你们都能够用希伯来文读 读出去的时候 神的话就开始 那个能力就开始释放出去了 所以我们想到 这个礼拜 这一周 这一周的 陀拉 他名字叫叶特罗 可是呢 在全世界 按着每一个时段 绕一圈 每一个地方 每一点上都有 你可以听得到 在读 出埃及记 二十章 十九二十章的 这个陀拉部分 神的话 神的彰显 他的实践 不停地释放出去 二十四小时 在这个地球上 你们知道那个能力 是多大的吗 我们求神 能够在这个礼拜里面 当然今天是 可能是最后一天 安息日 能够让这个 约 在西南山上 所立的这个约 哇 能够像 两刃的利剑 刺透 每一个人 不只是犹太人 我盼望 每一位 与他立约的百姓 每一位与他立约的百姓 你们明白吗 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一次 感谢神 他的恩典极大 再一次的带领我 踏上这个 日本这块土地 像做梦一样 我感觉到 我好像没有办法 再像过去一样 坐在电脑前 做一些PDF 然后写下 像在美国的时候 我必须要写下奖章来 预备好 还要录 还要剪接 等等的 有一件事是 我的电脑 在东京的电脑呢 它不跟我合作了 就像我要做图片 字 马上就 就关机 它不让我做 所以我选择一件事 就是 我希望这一次 不管神 给我们多少时间 我能够 让他给我的 在这一个 这个礼拜里面 他给我的 我能够分享出去 我要跟你们讲 他给我增多 甚至于连做梦都有 可是很多时候 我知道 我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并不是 每一句话 都会讲出去 有时候下来以后 哎呀 怎么忘记了这个 哎呀 怎么忘记了那个 但是感谢神 他让我讲的 我一定讲出去 刚刚我们看的 这个 我们去 戈兰高地 那一次 从北到南 我真是巴不得 能够带着大家 一起去 可是我知道 如果说 像我们过去一样 就是 参加团的话 其实我们得到的 不会很多 我们这次就是 到一个地方 就是 也许今天 一整天 只去一个地方 两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好好的思想 好好的 反除 好好的领受 那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当时 当下 领受了 受感动了 然后拍下来 那与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或许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还是会继续 往这条路走 我们拍了很多 我现在这里 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耶路撒冷 训悔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必出于耶路撒冷 对不对 拍了很多 没有时间做了 这一次 暂停 最后一个暂停 然后等到神 再次给我们时间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 神的话语 在那一块地上 祂立约的地上 祂所赐下的 那一块地上 活过来 活生生的 你可以看得见 祂的话语 祂的信实 祂的美善 但是祂的圣洁 祂以圣洁的愤怒 在每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看得到 很震撼的 真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来看 耶特罗 每一年 我都会 自问自答 如果今天这个妥拉 讲到西安山的立约 释放出十戒 神的话语 约书 为什么会以 耶特罗 这个名字 一个外邦的 祭司的名字 来代表呢 你看到耶特罗 你不会想到 这里面 好像隐藏着 包含着 这么重要的 圣洁的 婚约书 在其中 你不会想到 对不对 可是 这些犹太制者们 特别这样的一个安排 当然有他的意思 那今天 我还是没有答案 可是 我有另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 我们来学习 学习不完的话语 所以让我们先祷告 哈利路亚 赞美主 主你是奇妙的神 我们想到今天 你将这么宝贵的 妥拉 赐给我们 我们几乎是要 俯伏在地上 敬拜你 聆听你的话语 再一次的是 西南山上的 那个雷轰 闪电叫声 响在这里 响在我们的 里面 响在我们的耳朵当中 让我们能够听见 主 我们宣告 今天开始 这是一个新的日子的 黎明 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你来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的心 真的不再是 把妥拉 好像我们很恭敬地 供在那里 而不让妥拉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实 帮助我们 今天的妥拉 能够 我们可以吃 我们可以尝 是美善的 我们可以活出来 我们可以在这个 全世界 24小时 绕一圈的全世界 让你的话语 发光 在我们的身上 从我们的身上开始 帮助我们 谢谢主 祷告 感谢 是奉靠 耶稣 阿玛西亚的名 阿们 感谢主 耶特罗 既然 耶特罗这么重要 那么 我们来看 一开始 18章 一打开 你看见什么 你看见 神把以色列百姓 带出来 这一件事情 在当时是震撼了 整个的当时的世界 震动震撼 那不是小事 弟兄姐妹想想看 几百万人 在埃及做奴隶 此刻 这个时刻 出来了 埃及人 被红海淹死了 这是小事吗 当时的 埃及人是最大的一个国家 最强盛的一个国家 不可思议 所以到处都在传 所以到处都在传 当时的世界 你可以说 传遍了全世界 在这个时候 叶特罗 他听见 他听见 这是听见的 第三者 第四者 传过来的话 跟他 直接的关系是什么 他的女婿摩西 是带着这一群人 出来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发生 是他听见 他听见 听见这样一个 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虽然想不要写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 这个笔记 但是很有意思就是 每一次我想要讲的时候 我就找不到 我的笔记在哪里 或许我们就不要看吧 我们看见的是 这个叶特罗的心 当他听见这一件 令人震惊的 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 他听见 他有一个行动 他有一个行动 他就起来 他就带着 摩西的妻子跟两个孩子 要去找摩西 他有一个行动 那我们也很清楚地看见 这个摩西的妻子 西伯拉跟两个儿子 可见的他们并没有跟着摩西 一直回到埃及 然后再出来 当然他们说 西伯拉当时是很生气 这个 你真是我的血狼 他就把他丢到他摩西的身上 然后他就不肯去了 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 亚伦看见说 摩西啊 你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的任务 是要回到埃及 从那个为奴之家 要把百姓带出来 你为什么带着 你的两个孩子 再回到那个地方 去做奴隶啊 回去回去 所以摩西就把 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 送回他岳父那里去 不管怎么样 这个时候 叶特罗有一个行动 他带着他的妻子 两个儿子来见摩西 来见摩西 然后呢 我们听见摩西 看见他的岳父来了 妻子来了 圣经没有讲 他看到他妻子两个儿子 都高兴都没有讲 可是他看见他岳父 抓着他就开始 把所有的他的精力 神的大能的作为 还有什么艰难的事情 他们遇见的不是 说一帆风顺 我希望你们在听的时候 开始对应上你的生命 这些对我们都不是故事而已 如果妥拉只是成为故事而已 那么难怪你还是那么累 我们让妥拉 不仅是故事 不仅是历史 而且是我们生命的 一个见证 你看哦 叶特罗他就听摩西讲 摩西讲的是第一手资料 是不是 第一手的 那第一手资料的人 是因为他经历了 那个经历是 已经他先被震动了 摩西有没有被震动 当然有 一个 我口不能说话 你找别人 这样的一个人 到最后 能够手举起来 让以色列人杀灭 杀掉亚马利人 整个的过程 是摩西个人的极大的经历 弟兄姐妹们 你一定要常常 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数算神的恩典 如果你常常眼睛只是注意在那个困难上 而不去看神怎么带你经过的话 那么 陀拉是陀拉 你是你 连不上关系 所以摩西在讲这个 他的经历的时候 他是那一位把杖举起来 红海分开的 那一位是不是 然后他杖再举起来 那个水 把整个红海又淹没 看见 亲眼看见 敌人 就死在那个海里面的 你们有没有想到摩西震动不震动 当然震动 这位神 这不得了 他绝对不会想说 这是我 你看看 我举起来 我就可以做这样的事 他知道 深深地知道 这一位神 是神 所以我相信 当他在讲他的见证的时候 是将他里面的那个见证 那个能力 就 退出去 进入了 叶特罗的里面 然后叶特罗 这位是 米甸的祭司 他不是耶和华的祭司 在当下 当下就宣告 耶和华比众神都大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们相信他在当下 他就皈依了 耶和华神 是不是 他皈依了他 他宣告 他献祭 这是约 弟兄姐妹 约 他献上什么 凡祭 他献上平安祭 然后呢 跟长老们 摩西亚伦长老们一起吃饭 在神的面前 在神面前吃饭 不是 不是大家一起 我们聚集了 今天 这个 大团圆 吃这个饭 不是 在神面前吃饭 所以你们学习 陀拉这么久了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立约的饭 知道立约的饭 我讲很快 你们开始 开始要抓住 你不管到哪里 神在你生命当中 所做的 当你行出来 或是说你述说出来的时候 有人会听到 那听见的人 或许是你 或许是你听到了 这些奇妙的事 或许是你又起来 我要去问问看 这件事情 这个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于是他就找到你 然后 就开始跟他诉说 非常激动的诉说 非常的 知道这位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你将你的信仰 将你的信心 将你的神 就这样子传说出去 听见的人 我可以保证 听见的人 一定心里会受震动 我们做见证 我们需要做见证 我们需要做见证 耶稣阿说 你们要在 犹大全地 撒玛利亚之道地极 做我的见证 有没有 做什么见证 土拉在你生命里面 怎么要改变你的 那个见证 所以这非常重要 叶特罗的生命 因着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完全地改变 完全地改变 接下来呢 我们看见 他看见摩西在做什么 审判 摩西很爱这群百姓 是真的很爱这群百姓 一个一个地听 我一看这个 我看这个文字 我就累了 天啊 你要听到什么时候 当然我做牧师 也会有人来找我讲话 通常我的处理方式是 一 二 三 回到神就没事了 你只要回到神的话 就没事了 如果你不肯回到神的话 那我讲再多也没用 所以我想很多人 不肯来找我了 因为太简单了 一个 一个人的故事 就一个人的问题就要 至少一两个小时吧 是不是 所以他一天能够处理多少 没有多少 这个叶特罗大概 下巴掉下来了 我的女婿你在干什么 你这是在做什么 也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 很重要的地方 我今天是特别要跟大家讲的地方 指出来的地方是 十八章 对不起 我戴眼镜了 这十八章 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三节 刚刚读过了 我不需要再重复了 但是我要带领你们来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句话 我们已经知道这整个的故事 太熟了 但是你注意到 叶特罗在讲什么 叶特罗说 几句话你看 这位刚刚信主的 相信耶和华的神的这位叶特罗 他说 你要听我的话 我为你出个主意 十九节 愿神与你同在 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 你 摩西 你要替神 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 将案件咒告神 又要将律力和法度教训他们 指示他们当行的道 当做的事 难怪 叶特罗这一十八章 会在十九二十之前 然后在二十三节 你如果这样行 神也这样吩咐你 很多的时候 作为 这句话 作为教会也好 或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团队 做牧师的传道人 或是做长老的 很多人会来找你 会有很多个人的问题 人 有人就有问题 对不对 我们人 我们人真的是问题 问题很多 然后就来找你 然后你就要听 在这里 在这里 陀拉告诉我们一件事 告诉我们一件事 借着 借着叶特罗的口 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当你听见的时候 当你听见的时候 我现在对 你不要讲 我不是长老 不是执事 不是传道人 你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人来找你讲话 对不对 我们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人来问你 把事情倾倒给你 把苦水倾倒给你 然后希望你为我处理 或是给我一些意见的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信息就是要你 要我们每一个人抓住学习的 你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带到神面前 你一定要先把这些问题带到神面前 包括我在内 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个反应 一定是照着我的经验 照着我的知识 照着我的认知 你应该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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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我们非常平常的 可是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数天的原则 你可以听 然后把这些事情先带到神面前 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 讲的那些话的人的问题 带到神的面前 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直到你有了神的话 直到你 你希望替他解决问题的这个人 你这个人 有了神的话下来了 然后你再开始把这个话 传讲出去 或许有的时候 神的话刚好跟你所想的是一样的 感谢主 因为你一直在神的水流里面 所以你可以承接这个 可是 有个动作绝对不能少的 就是 你先带到神面前 祷告 寻求他 询问他 很多的时候 我们知道 可是 很少人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偷懒了 我们太懒了 不需要这么麻烦 是小事 我就可以解决了 我今天要 鼓励大家 我们来做一个 慢吞吞的人 我们来做一个 慢调失礼的人 我们不要做一个 立刻反应的人 我们常常立刻反应 你知道问题就出现了 很多问题 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鼓励 真的鼓励大家 慢慢来 花时间 亲近神 听他讲什么 直到他有话下来 万一他都没有话下来呢 继续问 等候 我自己的经验是 他从来不会是 不给你话的 有时候 或许慢一点 那真的慢 他训练我们的耐心 慢慢来 不要急 他的时候总是对的 他也许慢一点 可是慢一点就是对的时候 或许他马上就给你 感谢神 都感谢 所以叶特罗 你有没有学习到什么 太多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今天一点点的跟大家分享 真的太多了 你可以学习到太多了 还有很多 暂时 暂停在这里 第三点 我们看见 叶特罗 带给我们的 一个非常清楚的 一个认知 你要知道 神的家 神的国 是有次序的 是有程序的 是有 再上 下来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他这里用什么 千夫长 百夫长 五十夫长 十夫长 或是有 大天使 小天使 小小天使 每一个 神的国度里面 一定有 一层 一层 一层的管理 不同的 每一个人 职份 都不同的 所以我们千万 不要以为 千万不要以为 我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是自由的 我不受限制 我不要人来管我 对不起 这个不是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 是真的有的 神对摩西讲话 摩西必须要对 以色列百姓讲话 是不是 以色列百姓那么多 好 我们传给长老们 长老们就要 在这里分成 千夫长 百夫长 师父长 一群一群的 这样下来 所有的 妥拉也是这样 妥拉在教导的时候 是一层 一层 一层的 传下来 有神的话 是做忠心 不改变的 所以我们今天 第三点 学习到的 认知的 其实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的 一个政府结构 都是 拷贝 拷贝天上的 所以 当你认知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到 什么叫 顺服 保罗在 罗马书 十三章讲 在上 在上执政掌权的 或是那些 做领袖的 你们要 顺服 因为他不会 他不是白白 坐在那里的 是由神的 指派的 当然这又牵涉到 其他 这个 这个人要是 这个不义的 不义的官 不义的官是另外一回事 只要是 神 放在那里的 我们就要 听 我们就要 服从 我们就要 顺服 因为你不是 顺服人 你乃是 顺服 神 那 从这里 我觉得 陀拉 现在可以 带我们进入 最重要的 十九 二十章 其实一直到 二十四章 我们几年来 一直在讲的 这是最重要的 婚约 立约 程序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少一点都不行的 那 再提醒大家 神的这个婚约书 这个立约 是合法的 所谓合法 不仅在神的国度里面 合法 在全世界的 任何一个国家里面 都是合法的 而且是 经得起 考验的 没有人可以 挑战的 这一个 婚约书 这个立 我就用 婚约书 你们听得懂 或是 听不懂 就是约书 就是约书 是 站立的 是 没有人 可以说 这个过去了 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西乃山立约已经过去了 我可以跟你讲 我可以做一个见证 我回到神的话语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没有人告诉我 我不是去跟随 某某 这个犹太人 或是什么 都不是 而是我当我读到 十九章的时候 我心里想 这是一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他自己亲自降临 这是什么事 然后跟这一群百姓立约 你看他的记载 这不是平常的事 这绝对不是平常的事 绝对没有办法 用你一句话说 这个成为过去了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果然不错 感谢神 我们继续地再读下去 我们就知道说 这是一个立约的程序 它的合法性跟巩固性呢 就如同一个丈夫 一个妻子 今天在人所设立的政府里面 或是说政府 国家里面 你去登记 然后你就结婚了 然后你这个婚约 是绝对不能随便 不容易 不容易破掉的 对不对 绝对不容易的 你要离婚 那你又要经过另外一个 法律程序 否则的话 你这个婚姻是法律承认的 没有人可以 可以否认的 你那个婚姻过去了 过去了 你如果真的 你要离婚 你一定要经过法律程序 是不是 一方死了 配偶中间有一个人死了 这个婚姻自然就消除了 是不是 然后何况这是神 万主之主 与人 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 这个约呢 你们有没有想到 这个立约的一方 这位神 他是不会死的 他是永永远远活着的 如果他说 我跟你们立永约 那就是永约 这个约就跟他的生命一样的长 你明白吗 不可能取消的 不可能取消的 所以我 我再插出去一下 提醒大家一件事 很多人讲说 耶稣啊 钉在十字架上 他死而复活 所以这个已经取消了 我跟你讲 你们仔细去读新约圣经 耶稣啊是怎么讲的 主耶稣是怎么讲的 这是他在立圣参的时候 这是我立约的血 怎么样 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 是不是 他是不是这样讲 什么罪 你们应该可以回答我什么罪 不听神话语的罪 不听神话语的罪 很简单 违反他的约书的罪 违反妥拉的罪 这个罪是从创世纪第二章 第三章开始的 第二章 最后他说什么 在第二章的后面 他说什么 他说 其实神的话语 他跟人讲话 他创造了人之后 都是用立约的方式 他对亚当创造的人说 你们要怎么样 你们自己会不会看 你们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这是妥拉 这是他的话 这是他的道 仔细听 仔细听 创世纪第二章 十七节 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这是朵拉 这是他的话 这是他立约的条款 神跟人的关系 一开始就是约 伊甸之约 亚当之约 你听过没有 这是他跟他立约的条款 他用什么立约 用他的话 立约 所以当人 违背了他的话 这个约就破了 然后 这就是罪 罪就进入了人的世界 是不是 然后陀拉呢 他呼召 他呼召 亚伯拉罕的时候 神要去灭 索多玛 俄摩拉 神说 我不能够 不能够向亚伯拉罕隐瞒 为什么 为什么 十七章 创世纪十七章 我知道我会讲很久 因为我太多了 但是没办法 OK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大国 十八节 十七章十八节 十八章十七 对不起 十八章十七节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国 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 吩咐他的种子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遵守我的妥拉 并行公义 使我所应许 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 这是妥拉 神要他 知道他 要遵行妥拉 他要把他的话语 神的妥拉 传给他的种子 到以撒的时候 神说你不要离开 饥荒来了 你不要离开这里 不要到埃及去 我要赐福给你 所以在 二十六章 他说 第五节 第四节后面 我要加征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又要将这些地 都赐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万国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都因为 都因为亚伯拉罕 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 和我的命令 律力 法度 我不用再多说下去了 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神在 半途当中 试验他们 就是要试验他们 你们肯不肯 听我的话 是不是 你们肯不肯守我的律力 还有我的诫命 整本圣经 绕着这一件事情 这是关键词 你不明白圣经 你说圣经这么多 这么多卷书 写来写去 我怎么知道哪个字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关键词 他的话 神的话 一定要人遵行的 如果你说 我有选择 我不想遵行 可以 你就落在 罪当中 你就与他分隔 所以 你的生命 跟他的关系成为过去 不是他的妥拉成为过去 你们明白吗 不是他的妥拉成为过去 是你跟他的关系 成为过去了 不要颠倒 他的话语 非常重要 他的话语非常重要 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 你就知道19章 神说我把你们 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 我像老鹰一样 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出来 哪有 哪有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出来 他们还要经过这个 埃及人的追杀 是不是 还要过红海 还要吓死了 还有 没有水喝 没有肉吃 一点一点的困难 但是他说 我好像老鹰一样 我如同老鹰一样 把你们背出来 在这里你学到什么 弟兄姐妹们你学到什么 我们在这个地上 所有的难处 好像都不会成为过去 我们在地上 好像我们都必须会经过这些 都会经过这些艰难的事 是不是 可是你请你记住这一句话 这是地上 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天上 当你呼喊的时候 天上 你就在他的背上 你就在他引领当中 他带你度过 带你度过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这是一个 何等大的保证 何等大的恩典 你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你不孤单的 刚刚讲 你不孤单的 你绝对不孤单的 他将你背着 带出来 你一定会走出来 你明白吗 你从这里认识到吗 是的 所有的难处 他并没有挪走 神不会挪走 因为他一定要试炼你 你听不听他的话 而这个至关重要 你听不听他的话 至关重要 跟你的生命有关 跟你跟他的关系有关 因为一切的福 都在他的话语当中 偏离他的话 你就没有福 你想抓什么 你想要什么 都不在那里 或许 世界上的 那个骗人的王 那个撒旦 会让你尝尝一些甜头 可是甜之后就变成苦 苦之后就没有路走 就一直滑到阴间去 这是从撒旦来的 可是从神来的 虽然苦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的生命 许多人在走的 有时候真的是很苦 对不对 但是神背着你 度过 你坚持守着 他的话语 在他的话语当中 在他的话语 持守 我不管怎么样 我抓住你的话语 就是你改变 我绝对不改变 但是他不会改变 可是你这一句话呢 就改变了一切 就改变了一切 紧紧抓住他 你就好像行在 高天上 老鹰是飞得最高的 没有一种飞鸟 能够超过他 他飞上高 飞上高处 就没有人能够 没有一种鸟啊 可以来 可以来对抗他 没有 他神将你 背在他的身上 你是在安然之地 所以你可以选择 是的 你的苦处 或是你的生活难处 好像都没有挪走 可是你还是可以喜乐 为什么 因为你所在的地方 并不是在 这个锁定的地上而已 而是在他的那里 与他背着你 他背着你度过 你明白吗 你听得进去吗 我选择 要用这个方式来告诉大家 陀拉是给我的 陀拉是给你的 陀拉是可行的 陀拉是可以带我认识真神的 陀拉是在我的DNA里面的 今天19章 20章 这个立约 我跟你讲 是在以色列百姓的DNA里面 你知道DNA是什么 这个DNA我不用讲太多 他有记忆的 他有记忆的 就在那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身份 这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与神立约的百姓 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这身份就是什么 我是以色列 很多以色列人或犹太人要反对 或是你讲这一句话 你根本不是 是 我是以色列 为什么 因为我被皆知 进入了这一个真橄榄树里面 你明白吗 而真橄榄树是以色列 我是以色列 这是我的DNA 而且不仅如此 陀拉在我的DNA里面 你为什么要关怀以色列 是的 我要关怀那块地 我要关怀在那块地上 身上留着 留着有陀拉DNA的那群百姓 这是神给我们的 不是与我无关的 那是跟我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 因为约的缘故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十九章 神这样告诉百姓 你又看到他再一次的说了 他说 他说什么 如今你们 若实在 若实在 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把这两句 这一句话 紧紧地放在你的心中 你就可以做 在万民当中做 属我的子民 这个就分别出来了 你被分别出来 当我向神说 是的 我愿意遵守你的约 听从你的话 我就被分别出来了 我就属于他了 我就是他的宝贝了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何等的事 我们刚刚在读彼得前书 第二章第九节 是不是 第九 第十节 很多时候教会说 我们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祭司 我必须要跟你们讲 彼得前书 你去看第一章 第一节到 第一节前面 这个书信是写给谁的 他写给以色列人的 因为这一句话的出处 就在这里 第九 第十的出处 就在这里 我教过你们解释圣经的方式 你不能随便去乱套的 解释圣经说 这一句话是给谁的 就是谁的 你解释的时候 你必须要回到原点 回到今天 陀拉里面十九章 在讲的这个地方 你们愿意听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你们就归我 做祭司的国度 圣经的国民 所以彼得说 现在 你们过去不听 你们过去被砍断了 与神离婚了 可是现在 借着耶稣啊回来了 你现在是什么 祭司 祭司 祭司的国度 尊贵的祭司 君尊的祭司 好 我今天 我们不在那里停留太久 以前都讲过的 所以当你回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见 这一个条件 跟神立约有条件的 弟兄姐妹们 你说我跟耶稣啊 立约没有条件 祂是除去你 不听话的罪 除去你 不遵守陀拉的罪 借着祂的血 借着祂的血 你现在可以回来 你可以站立在 回到这个原点上 所以你一定要听祂的话 否则祂就白白地 被钉在十字架上 明白吗 我们在过去所学的 被教导的就是 这个成为过去 就是当面对耶稣 要讲 你钉十字架很好 我有永远的生命 我可以不要再遵守陀拉了 也说要哭了 完全 祂也许哭 祂也许发怒 我们一定要知道 祂为我们修平的事 我们没有遵行 曰 听祂的话 遵守 遵行祂的 听从祂的话 遵守祂的曰 这个罪 祂除去 使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在祂的里面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你只有这样的认识 真正地看见 你才整本圣经就通了 就通了 你不信我的话 没关系 你要相信神的话 你好好的去查 查考 从第一卷 第二卷 一直到最后一卷 你去看多少时候 神说 因为你们没有遵守 我的诫命律例典章 所以 我将你们被掳 把你们奋身到 全世界各国去 多少次 你去看 多少次说 我要再一次 把你们聚集回来 可是 我还要 在那个审判谷 要审判你们 你们没有听我的话 没有回答我的话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在听 陀拉的每一位 你知道你何等的 蒙福吗 并且你知道 你的责任是 何等的大吗 这一个任务 已经交托下来 给我们了 我是谁呀 他竟然让我 眼睛可以打开 可以看见 他的话语 永远长存 永远不改变 你是谁 今天你是谁 你不要讲 我不知道 莫名其妙 我就坐在这里了 在神没有偶然的事 在神没有偶然的事 你要听 你要听进去 今天这个立约 我们都很熟 我现在要讲 就说这三年 这三年在疫情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 每一个人怎么 生命怎么在 与他的关系 是怎么样子 在改变 或是在加深 他说我可以为我自己讲 我觉得这三年 神的话 妥拉 句句都开始 写在我的心板上 过去或许 我以为 就在这里 我知道 我这个脑筋知道 但是这三年 写在我的心板上 我知道 他在我里面 我出 我入 我躺下睡觉 我起来 我在跟人讲话 我不管在做什么 我在休息 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 我感谢神 这三年 按人看 好像你什么都不能动 不能做 没有 神使这个三年 成为他的百姓 生命更加的 强壮 更加的预备好 更加的预备好 要迎接他的再来 不再一样 真的不再一样 我没有办法形容 或许我一点一点的 会跟大家分享 一下子这个 一下子那个 但是没有办法 完全打开给你们看 实在是太奇妙 太奇妙的神了 我还是讲圣 还是讲土拉 他立约 百姓说什么 听好百姓说什么 凡耶和华 所说的 我们都要 遵行 我这是在以色列 在耶路撒冷 也听到一个 一个犹太人 他也在跟我 我跟他讨论圣经的时候 他讲到这一句话 神的话 凡他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其实是 我要先行 他指出来 我说对 我知道 你要先去行 你愿意从心里面说 我要去做 然后你就有一个耳朵 可以听 可以听见 而不是说 你说来参考参考吧 你说说看吧 我再决定我要不要去 选择遵行 不是 我一定行 我一定要去做 每一句你所说 我都要去做 然后你就有耳朵 可以听了 你就可以听 因为你心已经预备好了 我要去做 我一定会去做 你就去听 今天在这里 有一群人 站在西南山脚下 神告诉摩西 你去告诉他们 他们要自解 今天 你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 今天明天自解 又叫他们洗衣服 如何自解 对不起 如何自解 我问你们 十四节 摩西下山 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自解 他们就洗衣服 洗衣服就是自解 洗衣服就是自解 是的 没错 现在要与这位圣洁的神立约 其实原文里面讲 摩西就下去 将他们分别 摩西要圣别他们 你要立约 你要圣别 你要从你过去 跟埃及分开 这是一件事 你在立约之前 你男女分开 分开 然后你自己 我圣经没讲 我去查了很多地方 摩西没有说 你知道所谓的 saintify 就是要圣别他们 圣洁他们 是要用 或是用血 圣经没讲 可是摩西要做这一件事情 圣别他们 然后他们自己呢 要洗衣服 看起来洗衣服很简单 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它是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一再地跟我们讲 那个污秽的衣服 沾染情欲的衣服 要怎么样 丢掉 不要 或是你要洗干净 我今天穿这身来 我搭了 搭地下铁来到这里 然后我在回去的时候 一样地回去 我这身衣服还能穿吗 当然还能穿 要洗 是不是 需要洗 原来洗衣服 是一个具体的 落实在人间的 一个方式来表达 你预备好自己圣洁 圣洁的 来与这位圣洁的神力约 洗衣服 衣服要干净 然后 你们预备好 不要靠近三根 这是一个分别 这个三跟下面分开 又是分别 要清楚 你们要清楚 因为神要降临 神要对你们讲话 我们要跟他立约了 你已经预备好了 你说你愿意了 最简单的事情 大家预备好 男人 三天之内 你不要亲近女人 都听懂了 都听明白了 你里面有什么 亏欠的 你里面有什么 罪的 你最好赶快地 搞清楚 弄干净 几百万的人 都听见了吗 都听见摩西这些 吩咐了吗 当然听见了 以赛亚说的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看见 却不知道 看不明白 看不懂 就是因为这样的心 不明白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将要进入一个 是前所未有的 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样的一件事情 很快要在他们眼前 震动他们 所以当神降临的时候 犹太智者说 神降临 然后神 当然不是这样的 你们不要 就是这样 一个声音 就十句话就出来了 然后圣经说 雷轰闪电 叫声 把他们震动到 他们的灵魂深处 为什么 在当下 几乎所有的百姓说 我不要听 我不敢 我会死掉 为什么 我有罪了 跟以赛亚一样 你知道吗 跟以赛亚一样 他 我看见这个大军网 我有祸了 我有祸了 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人当中 这群百姓也是 他不是单单被声音给吓死了 而是立刻里面的罪 立刻想起来了 我不干净 我不洁净 我不能 摩西你去就好 你去听 我们会死掉 所以 弟兄姐妹们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要在神面前 洁净自己 思想 行路 不管任何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 坦然无惧的 你随时的 你都可以 遇见神 你都随时可以 来到祂面前 今天我们是 我们说 因为靠着耶稣的宝血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祂的面前 但是同样的 每一天 我们还是要洁净自己 我们每一天脱下我们 肮脏的衣服 我们还是要来到祂面前 求祂光照我们 我们随时随地 我们保持一件事情 那就是 我要能够 站立在祂的面前 当然我们被教导说 我们求神的宝血 遮盖我们 一直都遮盖我们 这不表示你没有责任 你明白吗 是的 祂的宝血 遮盖我们 捷径我们 祂的宝血 何等无价 而我们可以 继续犯罪吗 保罗说断乎不可 是不是 断乎不可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是要好好的 认清楚 你今天 与谁立约啊 而且这个约是永约啊 然后这个约是有血的 有血的意思就是 你要是 违反这个约 你就跟那个 那个寄生一样怎么样 非死不可 很多时候我们说 我们 我们有耶稣网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了 我们永远不会失去 这个救恩 我劝你们 好好地去学习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是犹太人 写给犹太人的 写给弥赛亚 信耶稣啊 的犹太人的 他里面不是这样讲 当我们在学习 出埃及记 我们学习 这个 摩西五经 陀拉的时候 我们也看见 这不是神的话 你必须要持守 你必须要持守 你必须要在他面前 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希伯来书说 你否认他 他也必否认你 这个他是谁 这个他是耶稣网 我希望 我不是在讲任何人 只是你自己 你自己 我自己 我讲我自己好了 我要小心 战惊恐惧 战惊恐惧 我不是害怕 而是我知道他的圣洁 今天我们在十九二十章里面 看见没有讲出来的两个字 圣洁 圣洁 神的圣洁是何等可畏 会死人的 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一点 所以这些百姓 我以前讲的时候 我常常讲说 他们太可惜了 他们竟然放弃这样好的机会 直接可以听见神的声音 他们说那个声音 当神开始讲话的时候 那个声音 直接就透进每一个人的里面 好像他在对你讲话一样 他不是隆隆同同地对所有的人 他是对你讲话 因为他是要娶你为妻 他不是隆隆同同的一群人而已 是的 是一群人 没错 但是每一个人都感受到 他在对我讲话 可是当你说 不要 你去听 派一个代表去听 我不要听 我会死掉的时候 难怪 信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 你不要打消圣灵的感动 一次 两次 三次 我告诉你 我可以保证你 你再也听不到了 你听不到了 或许圣灵悠悠丑丑地 隐藏自己了 你听不到了 不要怕死 有耶稣啊 是我们的中宝 勇敢地 来面对他 要认罪的地方 我们就认罪 搞清楚 在我前面 没有任何的拦阻 今天十戒 我去年已经把十戒 全部讲过 我今天不重复 这个十戒 就是神赐给 每一位与他立约的 最宝贵 最宝贵的 礼物 婚 婚姻礼物 结婚的礼物 宝贵到一个程度 就是你在他的里面 你在他的话语当中 你持守他的话语的时候 你是天国的子民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权势 可以靠近你 我可以保证 像你们这样子讲 每一件事情 而且你是勇敢的 你是勇敢的 你可以站立的 你可以定天立地的 你明白吗 行在他的话语当中 不偏离 这世界上 没有任何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人 值得你放弃 他的话语 没有 不管是谁 我们要紧紧抓住 他的话语 他所说的话 照着去做 照着去做 我鼓励大家 不管怎么样 你一个月里面 至少读一次 十篇 一百 十九篇 你好好的读 有人把它背下来 我们以前去缅甸的时候 去缅甸教导他们的时候 有人挑战这些学生 你们谁把诗篇 一百 一十九篇 背下来 我就送给你们一个礼物 这个很大的 很好的礼物 这个老师 没有预料到的 是全部的学生 深学生 全部的学生都会背 诗篇 一百 一十九篇 可是你懂吗 你明白吗 今天你带着 妥拉的光 你再一次去读 诗篇 一百十九篇 你就会看见 这是带来生命的 这是带来生命的 我在这里能够再提的 就是安息日 多少时候 我们开始过安息日 受到多少的挑战 这就是教会所说的 安息日已经过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过去了 过去了 我告诉你 你再仔细地读一下 这安息日是永远的 不会改变的 神不会改变的 甚至有一个 不要提 有一个人告诉我 他说 这个安息日 摩西在这里讲的 安息日跟生命纪 后面他又讲 这个 十戒的时候 讲到的安息日 是不一样的 然后 他问我说 你读过 西伯来书第四章吗 在那里讲 另有一个安息日 因为神的话语是 渐进式的 渐进式的 这是错的 所谓把神的话语当成 渐进式的 是 渐进式的改变 是 希腊思想 我希望你们听进去 希腊思想 希伯来思想 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 神的话语是 如同金金一样 你别想动他的 不可能改变的 摩西可以 以人的立场 他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他生命纪是他的重生 再解释一次的 但是神的话 不会改变 希伯来书第十章 第三章第四章 在讲的是 不信 一个不信的人 永远没有办法 进入神的安息 什么安息 安息日的安息 我其实坦白地讲 我们在以色列地之外的 我们在过安息日 还是没有真正的尝到 那个所谓的安息日的安息 因为我们的环境不允许 这个四周的环境 好像不允许 我们只能 尽我们最大的认知 我们过安息日 我们聚会 是不是 但是神说什么 你不要做自己的事 他其实讲得很简单 你不要做自己的事 那当然 很多的时候 然后在以色列他们说 他们就是 你不要搭车 你走路也只能走 一定范围的 那个 圣经没有讲 这是他们解释的 可是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神要安息日 给你 赐给我们做什么 使我们亲近他 因为这是他的日子 在这一天里面 你跟他亲近 犹太人教导我们说 这一天就好像是一个 婚约的重演 每一星期一次 你可以重演一次 每一个结过婚的人都知道 最甜蜜的是 第一个礼拜 或是婚礼那一天 或是第一个星期 当然有人第一个星期 有吵架的也有 这个不在里面的 就是 新婚的 那种感觉 安息日就是 你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 重温在里头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难怪他们都穿得很漂亮 这个安息日的时候 特别安息日的衣服 很漂亮 我想这种认知 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醒 但我们要知道 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 今天 到最后 最后一件事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他讲到是 你要为我煮土坛 在上面以牛羊线为 凡记和平安记 凡记下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你若为我煮一座石坛 不可用凿层的石头 因你在上头一栋家具 就把坛误会了 我们这个礼拜在读的时候 忽然之间 好像读过很多次的 经纬忽然之间想到 神是要他们煮什么 土坛 神不是要他们煮石坛 神自己要的是什么 土 我们人是什么做的 土做的 这个土坛呢 底下没有木头 没有任何石头 做贝石 做底的 就从土 就土这样对上来 就做一个土坛 他说你这个地方 如果奉我的名 煮这个土坛 在上面献祭 现在上面的只有 寄生的肉 烧掉的 还有血 没有其他的东西 神说我就会来 赐福给你们 赐福给你们 然后呢 你若 你若要为我 煮一座石坛 你不要 不可用早上的石头 有时候神的话 真的是藏在这里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我就不讲 那个 讲太多了 我只要指出来一点 就是告诉大家 神所要的是 你知道你是谁 神所要的是 你是谦卑的 你是知道自己的 像土一样 毕竟我们真的是土造的 谦卑的来到他面前 可是有的人呢 真的是爱神 爱到一个地步 我一定要给神最好的 石头 因为石头不会坏 土一打 他就倒了 是不是 可是石头呢 是坚硬的 这是人的想法 这是人的想法 不是神的原始旨意 这是他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地方 你不要依靠势力 不要依靠才能 你只要依靠我的圣灵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 像刚刚开始跟大家讲的 我们要慢慢来 我们是慢动作的 我们要先求问神的 我们不要太快 蹦 就出来了 我们慢慢来 我们听 我们清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了 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像土做成的 然后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他借着耶稣 使我们成为数天的样式 新造的人 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我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你的 一切都是他 荣耀单单归给他 荣耀单单归给他 但愿神今天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成为温柔的人 能够成为谦卑的人 能够像他一样 充满爱 仁爱 慈善 在他的里面 放下我们自己的大能大力 放下我们属于自己的 我要我要我要 完全降服于他 我想或许 这个是要求我们能 我们需要真的成为慢动作的人 但是 我相信神的旨意 要借着我们彰显 荣耀归给他 使人听见 使人看见 借着你 借着我 他们要来靠近你 他们要来问 这是什么事 请你告诉我 我要认识这一位 何等伟大 大能的神 我们将荣耀归给他 感谢赞美主 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你今天 借着这个 这个这么重要的 立约的这个经文 来告诉我们 主我们要成为 属天的子民 圣洁的子民 君尊的祭司 但是我们臣服 一切都在你的下面 单单依靠你 单单跟随你 单单要你 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 我们相信 其实圣灵的帮助 让陀拉 越来越来 越多的充满我们 使我们活出陀拉的样式 你与我们同在 你的话语 就应验了 就彰显了 主我们要你的同在 我们要活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 我们要你的神迹奇事 天天 分分秒秒 都借着我们 彰显出来 荣耀归给你 哈雷尔亚赞美主 祷告感谢 是奉靠耶稣 阿玛圣的名 阿们 阿玛圣的名称 阿玛圣的名称